那家挺大的 大姐这是你家吗 不是我家 这是谁家呀 这是我伺候的老爷老太爷当家 老头老太 你在这儿给当保姆是吗 对 你在这儿住吗 住 一天二十四小时啊 真的 啊 大爷您好 挺好的 您好 挺精神的 多大岁数了 八十七了 大娘睡觉呢 大娘多大岁数了 九十一 九十一 两个了 大一旦都伺候了 嗯 两个都伺候了 这个大姐在你家干的咋样啊 好 好啊 大姐人咋样啊 找到这样的 不好找 不好找啊 大姐人好 是不是啊 干活干点利索吧 干点利索 干点利索 他在这儿干你挺满意的啊 挺满意 挺满意啊 看大爷兴致就好 行 快歇着吧 大爷 张大姐说 他在雇主家做保姆 刚刚三个多月 如果不是因为丈夫的突然离世 他现在还在内蒙古跟儿子一起生活呢 王大姑姐是初期往回走 走到二连那儿就出事了 出的啥事 车祸 出事就给我给这俩兄弟打电话 王家这笨人都安着啊走 没能走到车站里 就翻病了 就跟金梗就过去了 就死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张大姐来不及做任何的心理准备 王家的媳妇说 妈你收拾东西 咱们上场春 妈我说这补一半仙 你干啥 折腾啥呀 那时候我爸喝酒喝的 头疼住院了 咱们得去 那你当时没多想吗 我没多想 我也没心 王家老头能弄什么呢 我还说 收拾东西 我还来说 妈你穿个 别穿那么细腻别闹 穿那个老子也别闹 我那我都没心 都没往上想 完了就这么的上 妈妈大白的家 王家那个 他六事 说这五嫂要给你做个事 我说说啥事 他说那你可别着急啊 我说说啥事 我着啥急 他说五哥没 完了我就过去了 不知道咋的回事 老伴子突然离世 让张大姐 久久无法接受 她的心 也跟着一起走了 头一年还 那都不敢上街 上街 我儿子说妈你可别上街 敢丢了 是上了 开始那种 该超车出来上车了 没看几路就走了 给我拉到北出口 我说师父咋停车呢 他说你差点人 我说上铁路啊 他说这是北出口 你咋坐这 坐这儿上车了 坐这儿车了 那你是脑子里没想 没想 你当时的脑子都想啥 不知道啊 不都想啥 那咱谁跟我说话就哭了 我都不敢下楼 对于张大姐来说 老伴儿没了 就意味着家也没了 我现在可哭脑子一点 我就像没有家了 人家吃完外的事 人家三个人都上屋了 我说就剩我哥 孤单来一个人 连说话也没有 没意思 然后我就出来了 一个人的孤单和无助 只有张大姐自己 最能体会 如今他也想找个伴儿了 说到在找老伴儿 张大姐的要求 同样很简单 俩人能处到一起 对我好 性格好 就行呗 张大姐就想找个 能对他好 性格也好的人 而顾大哥正是一个 这样的好男人 他们会是彼此对的人吗 看看呢 正式介绍一下 顾振海顾大哥 啊 您好 张树林 张大姐 您好 张大姐 坐里边 你坐在那边 你坐在那边 张大哥 等一个段时了 焦急了 您说好办法 好办法 有道理 他已经挺好的 实在的 长得挺好的 挺刺眼的 还行 你这臭子 很不压大脾气 也可以 真棒 笑说的 初次见面 双方第一印象都还不错 给这次相亲 开着个好头 像我这也不会说有个道理 反正就是干我二行 就是 我也不会说 不要这种时代 但大姐的性格好 一看 你这个面子一瞅 基本差不多 是不是啊 就是可好说话吧 大姐的那个 那个过来的人 啥骨 啥链没有 哎呀 就啥链太好 人家见大姐是不好 做的 好早病 巧合的是 张大姐在去内蒙古 儿子家生活之前 她和老伴生活了多年的老家 叫郭家殿 正是离顾大哥家不远的镇里 您俩去一个地儿的 接受先生 一个地儿的 我是郭家的 原来 郭家哪儿的 郭家经理的 人家住郭厚 有个孤屁屯 那郭宝是你们家了吗 谁啊 郭宝吧 您呢 是你啥人呢 她是我书位子 哦 你咋应他呢 那我把邻居的孤屁 哦 那我刘老二的孤屁 对 她那西部就有影 刘影 对 终于找着这个公共认识的 我心在那儿 我心 听姓古 我心指定是他一脚 还有缘的 挺有缘的 挺有缘的 老家都是一个地方的 而且啊 还有共同认识的人 这顾大哥和张大姐是越落越近了 大姐平时有啥兴趣爱好吗 老师打个写麻将 对我 对我 要醒了 你就打麻将吧 天天没事 你对这个也不反对啊 是媳妇打个麻将啥的 不反对 有点意思 我还抽烟那样 我也抽烟 我抽烟轻的 我 我基本啊 起码只得两天 那抽出是不错的 大姐抽烟你就不得一样 抽烟我就不能反对 人家爱好一个 爱好这个样子不是吗 大哥就没有反对的地方 啥都挺晚意啊 你也愿意 在顾大哥看来 什么打麻将啊 抽烟呢 他是啥啥都不挑 一切都不算问题 但在张大姐的心里 却还有个顾虑 那一年收入多些 那收入两个多 我也没有开支 他一年挣了两万多块钱 那好干啥 再说你说我上乡下能干啥 乡下也没有干活的地方 到时候 你要打麻将干啥 也不用动 啥都不用动 你这家带牙就行 你要说你不愿意做饭 我个人不会做饭 已经我做饭快 大哥真是 就是找老伴不是说 得找个人给他做饭啥 找个人伺候他 还是他也找个伴 就是我回他 就是俩走到一起了 就是互相照顾点 到越来岁越大了 张大姐觉得 去了农村就没地方打工赚钱了 两人的经济条件呢 还是紧张了一点 而顾大哥却觉得 他一个人挣钱 足够两个人花了 没啥可担忧的 除了这个意见上的分歧 张大姐还有个不能接受的地方 那到底是啥呢 广告回来 咱接着看 女人还行 地方不行 他要跟过去 哪个住还行 哪个都能够成啊 关键的 看那个团山呢 有点太偏僻了 你有哪个山 上哪个不方便呢 把现在就是 你现在 大车也不方便呢 打不快往后 就换个车了 我自己还有那个三车车 你上锅 又买啥买不来啊 我不能上香香 地方不行 地方不行 那你别跟他出来的吗 我跟他出来是跟他出来的 不行 那你觉得如果这个人好 咱人好的话 就为了这个要是放弃就不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那不行 大哥呢 我这在那儿动不了 都问你干啥呢 我在那儿都 指着羊的猪啊 进去来都是这块 都是你那个一母三分地儿的 对吧 思考再三 张大姐还是觉得 不能为了跟顾大哥生活 而放弃打工挣钱 也不想去乡下生活 不好意思啊 没人没人 那你走了 你看看 张大姐的老家就挨着顾大哥家的村子 这一落起磕来 还都有熟人呢 本来以为大姐会因为这个觉得挺亲切的 哪成想啊 大姐并不想落叶归根 她就想趁着身体还不错 在外面多挣点钱 对于大姐的想法呢 大哥也挺理解的 于是呢 红娘又给顾大哥介绍了一位 家住长春的李春华 李大姐 李大姐 你好 你好 我是红娘小哥 李春华57周岁 长春市西城家园居住 无退休金与女儿同住 你家是 你就在这边睡 我领 我领那个孩子 你没看见 你没看她喜欢小猫小狗了 可喜欢动物了 可喜欢懂 小孩的这个房子上 大姐你现在有工作吗 没有 那你现在都干啥了一年 我现在 现在就是 接孩子送孩子 李大姐有两个女儿 这些年 她一直跟小女儿同住 姑娘在车身公司工作 乌亦是夜班出租车司机 平时俩人都很忙 所以她一直帮小女儿带孩子 大姐你穿衣服挺好 还挺年轻的 李大姐爱穿爱美 对呀 我只愿意买 妈你看看 哎呀 这一瞅这就是好大衣啊 啊 以前还有胶 大姐也挺衬的 不是 我就喜欢美嘛 喜欢美 那你这一件 这得多少钱呢 反正 大姐我也得我相中了 我都买 几十块钱我相中也买 完三百块钱的我相中也买 就是可能一两千的 要是特别喜欢 也买 有吗 有啊 这个就是去年买的 九千多呢 李大姐爱穿爱美 看起来经济条件应该不错 但李大姐却说啊 这都是她离婚后 靠自己一个人一步步打拼积累起来的 曾经的日子有多苦多难 常人恐怕无法想象 十八号就结婚了 能存吗 结婚也过不到一局 盯着打仗 她这人就非常的就是霸道 就是说得说 她就想说这个事 你就得顺从她 你跟她俩辨别 她都二话都不说 就动手 我记得最清楚 那是春天 就是那小毛虫 她就拥我 就是种的就是距离远了 距离远了 我说那那就 我得从回头再打捡起来 再重整吧 完了就开始骂 骂完了 骂完了我就 我也就生气了 我就愣着我就走 完年屋就去打我 一个形犯大三级 这个孩子有个凳子 就是踏起眼了 就那个凳子咔下去撇过来 李大姐说 在婚姻里 她需要处处小心 稍有不慎 家暴变成了家常便饭 在于月子吧 那不是那啥 那是二月份 二月份的时候就是 那还有那个冰杠杠化嘛 那些 我家有个牛 二叔养的牛在农村 他就把这个牛卖了 卖了之后他就耍钱去了 好一天也不会接 我大姑娘要我妈接走了 完了那个我都自己 饿了自己下地去整饭吃去 等他回来了 都不得问他吗 问他就我俩就打起来说 就吵出去了 吵起来了就给我气 我就气吵过去了 吵过去了 我那不是那个就是那个 铁坝压那个水那个井吗 完了那个 他整个那桶 接了半桶水 啪家都 就到我身上了 井水 啪啪两井水 到我身上了 没过来 那都没过来 没过来之后 就跟那个小丁 那时候就是农村 钉那个窗户那小丁 就这么炸的 炸银中 炸的嘴 就这事了都 等我好的时候 都总的那样事 就这么样事 给我坐个月子 你行 面对如此暴力的丈夫 黎大姐无法再忍受 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 从磐石下边的农村 跑到了长春 开始租房子的生活 竟挑那便宜房子租 完了 烧的也没有烧的 啥没有 我就上一天 就是工厂那个 锅炉房 捡煤壶 上那个大学 给孩子捡那个 那食堂 掰一下 那菜叶 挑那鲜鲜鲜鲜鲜 干嘛 完了给孩子回去做吃 就这样 黎大姐带着两个女儿 靠着卖水果蔬菜 摆路边摊 开饭店 日子才一点点好了起来 还是我这人生 就是没有我没干的事 没有没干的活 坎坷嘛 如今两个女儿 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李大姐带着小外孙女 也上了幼儿园 她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未来了 对于再找老伴 李大姐的要求也很简单 必须就是人品好的 人品好的 能接受我 没有老板 李大姐就想找个人品好的人 而且她也跟红娘表达过 向往田园生活 红娘就想着带李大姐去顾大哥家去看看 她们的见面会产生期待的火花吗 广告回来 咱接着看 刚半天了吧 对不起 早清准了 早清准是不是 给你们介绍一下 李春华李大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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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还行 您挺丑的挺普世的 行啊 鸡挺好的 鸡挺好的 胖子因为毛毛少 这红娘带着李大姐刚一进门 热心的邻居们又都跟进来 替顾大哥说话了 你放心 你不再坐下 你过日子好手 过日子好手 对你 对你 对你都做好了 李大哥评价都很高 你真有事 我不是说句话不验了 你等会儿 在外面对你 啥也就是啥啊 送走了邻居 顾大哥直接去院子里 给李大姐摘菜了 大哥你摘啥呢 摘柿子 是的 那四个长的 可愿意长的 可愿意接了 嗯 这种的这菜一条的 挺好的 毛豆长的 毛豆要成的 你看都黄 大哥可能干了 好啊 这原子都自己种的 是不是啊 嗯啊 大哥你对子啥 就是为那个什么为生啊 就是 咬猪 做豆花 这个地 蒙昆 蒙昆家家都是这事的 刚生几个小猪仔卖了 卖几个大哥 再起一个 现在猪仔挺贵的吧 哎呀一个 一千 一个一千五六年 啊后面还有个门呢 对 那你看看后边就是看一下 这块地 这块地也蒙昆家家 嗯 这 这是煮的菜 我做完了大哥 做完了 我就说一个没炒了 为了迎接李大姐的到来 细心的顾大哥提前就准备了饭菜 这不就差一个菜没炒了 顾大哥又赶紧忙活了起来 那接着肉洗完了 接着肉洗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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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先洗你 我给你切吧 我都谢谢你 我给你切吧 我都谢谢你 老妹你快给我切两个 切锅的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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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大锅都菜你现在吃什么味 会 会 会啊 有啊 这大锅都不好说不做菜的饭啊 因为小锅都不好 我那时候也是开商口店的时候 也搭了这个葱 你这是开商啊 就是做什么鱼啊鸡啊 那不是我们去干啥 做大锅就行了 对 哎呀 真心哦 看见啊 就是为人出事都能行 他这个干啥都看出来了 他不说干啥是说话啥的 这样子嘴啥都能行 有了李大姐给他下手 顾大哥干的更起劲了 一会儿的功夫 饭菜就上桌了 这大哥呀 就提前准备了八个菜 这也不容易啊 他这个东西都是农村的自己家的东西 对 健康 对 一坐下来 顾大哥就跟李大姐聊起了自己的经历 家没得早 孩子小 我老二才六岁 大部分才十二 然后就 真不用了 这种 干干政 这种 上学 从家 都穿完家了 我某年又躺上八年 我次工都八年 人家就真好 李大姐对顾大哥的为人很肯定 本以为俩人闹得挺投机 但接下来李大姐的话 却让顾大哥心中燃起的希望破灭了 我已经在那个私里生活试着来年了 像那个 刚才那烧那个炉的那个帽子 不懂的 受不了了 不能解释这个活 那当时你不是说也挺像的吗 田野生 田野生 最起码的 就像说的 现代话 我里头就是 人生间或者上下水那样的干啥 都不都方便一些吗 尤其你说的你 农村哪里一整 整一手这个整一手 你洗手的时候整凉水一起 然后就 这关节也不行 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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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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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城里去 我这儿子在那个山东危害 钉出来钓上他去 从来上来看看你都不爱回家 那是适合养老啊 那是啥呢 那个气候好 那对呀 对身体也好 但是大姐 假如说真是说大哥 觉得互相你俩都挺容易的 就是你们就不在这生活 不让你在这生活 他也不干这种活 咱们上外边大会 我也不在农村待着 让人没想到的是 顾大哥竟然要为了李大姐放弃农村 考虑去危害生活 对于顾大哥的这个提议 李大姐能接受吗 不行 太远 就是我这个心情不行 哪怕你 啥心情 你现在太想 你就想 你就那些人 嗯 就是把他们放在这儿 我就不行 就是他们放心不下 最终李大姐还是权衡了一下 生活环境和身边的家人 拒绝了顾大哥 那大哥咱们呢 有缘无分 这人是不错 人是没得说 但是长得你这个条件 我不适应 祝你以后 晚上能找一个好嫂 行行 谢谢楼位 都可以 都可以